当初中国请求加入国际空间站,但美国说咱们的航天水平太低,拒绝加入。 其实,美国的军事技术也并不是它自己的,而是从多个国家获取的。 德国的坦克技术很厉害,所以美国就从它那里获得了诸如装甲车辆技术、射击控制系统技术和火炮技术等重要军事技术。 以色列的预警机技术很厉害,咱们就曾计划从以色列引进预警机系统,但是后来被缴获失败了,这才研制出了咱们自己的大型预警机空警2000。 所以,美国的基载预警维达和指挥自动化系统也有以色列技术的参与。 日本在核能技术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,所以美国核动力领域的许多专家都来自日本。 为什么冷战时期美国的军事技术发展得那么快? 因为说白了,冷战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,这两大组织的对抗,人多力量大,美国搞不定的东西,其背后还有整个北约组织帮忙一起搞定。 而咱们不一样,中国所有的技术,不管是军事还是民用,都只能靠自己。 比如航空领域,当初美国拒绝咱们加入国际空间站,不给咱们去,那咱就自己搞个空间站,而且比你们的空间站还要先进。 风水轮流转,现在你想申请进咱们的空间站,那不好意思,你们的研究项目不达标。 还有航空发动机,当初歼20就因为心脏病的问题,一直被小黑子们抓着不放。 现在,咱们已经攻克了航空发动机的种种难题,研制出了比美国F119还先进的涡扇15发动机,所谓的心脏病问题已经得到解决。 尽管咱们在一些领域上还有所欠缺,比如半导体技术、芯片技术、医疗仪器等,但咱们有一些领域已经做到世界领先,比如特高压技术、高铁技术、高潮音速技术、电磁弹射、电磁炮、极光武器等等。 你要明白,咱们是靠一己之力在各个领域发展,不像美国盟友众多可以技术共享。